在上一节的课程中 我们已经安装好了Display Suite这一个扩充模组 这个扩充模组可以改变内容、使用者、Texonomy、分类词汇、搜寻等等的呈现效果 在这一节的课程中我们准备来把3C产品的这个内容类型的呈现方式 透过Display Suite做一个改变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3C产品它的呈现方式 我们在首页这边直接点按Android这个3C产品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本身的呈现方法 它有标题,再来是内文 内文蛮长的 再来有图片 接下来有上传档案 它是一个直调式的方式,由上而下直接把它摆下来 我们准备透过Display Suite来改变3C产品这个内容类型的呈现 预计的做法如下 我们准备在它的呈现区域划分成两区 左区跟右区 左区放的是内文 右区放的是图片 以及它的上传档案 最后是一个回应 了解准备的做法之后 我们来到架构 再来到内容类型 如果你是来到Display Suite 这个地方的话 在Display Suite里头有相当多的功能需要来做设定 由于Display Suite本身的功能相当的多 我们无法在这个课程中做详细的讲解 因此我们直接来利用它 相关的设定操作说明 我们在这边就先跳过 好,来到内容类型这里 再来到3C产品这个地方 在它的操作区 我们选择管理显示 进来以后 我们往下拉 在下面这里多了一个 自定显示的设定 这是Display Suite所提供出来的功能 我们准备再勾选一个内容全文出来 然后请你按储存 好,勾选了内容全文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在管理显示下面 多了一个页签叫做内容全文 请你点按一下这个内容全文 这一次呢 我们不准备使用预设的显示方式 而是 采用内容全文的显示方式 接下来请你往下看 在这边有一个Layout 也就是针对这个内容类型 你准备的一个布局方式是怎么样 这也是Display Suite的功能 我们来这边选择 2Column 也就是两栏式的 分为左区跟右区 如果某一区 里面没有任何内容的话 把它隐藏起来 接下来按储存 仔细看一下目前我们的画面 现在我们多了一个左边跟右边 而在左边跟右边里头 目前都没有栏位 因此呢 我们要把一些栏位呢 搬到左边跟右边这边来 首先我们先来设定一下右边 右边我们准备放的是图片跟上传档案 所以先找寻一下图片 好在这里 把它放到右边的区域来 再来是上传档案 把它放到右边来 接下来回应 我们也把它放到右边来 再来我们来调整一下左边区域要放置的栏位 首先要放的是标题 再来是作者 接下来发表日期 再来是本文 放在左边 最后有一个是继续阅读 Read mode 左边 相关连结 左边 至于user 作者的图片呢 我们就把它隐藏起来 这个就不秀出来了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区域 在左边这边呢 由上而下 百字的栏位分别是作者 这好像不对 所以我们把标题拉上来 标题 作者 发表日期 然后是本文 再来是阅读更多 还有其他的连结 然后看一下右边 右边是回应应该在最下面 图片 上传档案 回应 接下来图片我们调整一下 图片目前采用的是LARGE的 好像比较大的点 我们把它调整到中型的尺寸 连结到它本身的档案 好 按更新 再来档案的部分 采用档案的列表 这个OK 然后图片呢 不需要有标签 上传档案呢 也不需要有标签 再看一下右边这边 标题 的标签隐藏 隐藏 隐藏 OK 这些都是对的 都是隐藏的 然后Read mode来讲的话呢 它的现在的 连结的文字呢 是采用Read mode 我们来调整一下 这个把它改成是 继续阅读 按更新 所以现在Read mode来讲的话 它的连结文字变成是继续阅读 接下来再往下看 我们刚刚已经选择的是两区的格式 那么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说明 它说你已经选择的是两区的布局 那么针对两区的布局呢 它本身的预设样板呢 是可以在Size all modules DS layout DS 底线 2column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你可以相关的样板应用呢 可以有 DS2column 然后 两个dash 也就是两个减号 再来是node.tpl.php 或者是 DS2column 然后两个减号 node.tpl.php 或者是 DS2column node.tpl.php php php 是指内文全文的意思 关于样板呢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 会再说明一下样板如何来使用 好 设定全部完成以后 我们按储存 接下来我们来开一个首页 利用兴奋页的方式来开启 好在旁边 然后呢 我们来到Android 观看一下它目前的显示方法 好 拉下来看一下 Android的这一篇呢 是3CE产品的一个内容 而3CE产品的内容类型 我们已经改变了它全文显示的一个模式 在左区 有它的本文 往下看 然后呢 最下面有一个继续阅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继续阅读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已经把全部的文章都显示出来了 如果再点按继续阅读的话 并没有什么意思 只是会再重新来到这个网页 再继续拉上来 然后在右边这里呢 有两张图片 采用中型的图片大小来呈现 再下来呢 是它的上传档案 再往下有发表回应 OK 我们针对它的内容呈现呢 已经做了一个改变 DisplaySuite的功能相当的多 有空的话你可以再把玩一下 了解它更多的功能 最后有一点要提醒的是 请你回到我们原来的3G产品的管理显示这个地方 刚刚我们改变的是内容全文 请你尽量不要改设预设的模式 因为预设的模式呢 是在Juplo系统里头 在它没有特别指定模式的时候呢 会呈现的方法 如果你改变它以后 所有在Juplo系统中 会使用到预设模式的地方呢 会跟着你这边的变更 来做不同的呈现 改变预设模式的一个麻烦就是说 你不知道预设模式会用在 网站的哪个地方 因此呢 我的建议是不要动它 如果你有不同的显示模式 请你分别在不同的显示模式里面 进行DisplaySuite的内容控制的操作 最后补充一点 DisplaySuite呢 还可以建立更多种不同的显示模式 这个请你有空的时候 操作看看进行了解 有许有机会的话 通通学公司也会针对DisplaySuite呢 再来开设一个课程 OK 关于这一节的课程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